我們非常榮幸新世界發展能夠再次獲得卓越雇主大獎 今次獲獎顯示了新世界發展的人力資源政策和企業文化 再一次得到業界的認同和肯定 我們一定會不斷創新,培育更多人才 我們一直投放大量資源在招聘、挽留、培育人才方面 首先,我們非常關注最新的人力資源動態 以及了解員工的需要 例如員工福利方面 在幾年前,我們已經設立了彈性健康福利計劃 另外,管理層在人才發展方面 亦都給了我們很大的支持 令我們能夠致力在人才培訓和發展上繼續創新 在培育未來管理層班次方面 我們會讓有潛質的同事有機會推動日常工作以外的項目 他們可以參加管理層的業務會議 從而加強領導能力和思維 令同事能夠感受到 除工作之外 公司亦都能夠注重他們的個人發展 同時亦都能夠推動公司持續發展 達致雙贏局面 當新型冠狀病陸最初在香港傳播的時候 新世界發展是首批因應疫情 而實施彈性工作安排的企業之一 包括員工可以在家工作 照顧到因為學校暫停面售課的小朋友 員工的壓力亦都能夠大大減輕 至於防疫用品方面 早在疫情最初的時候 全球醫療物資斷缺 新世界發展是香港首家 透過慈善基金捐出1000萬港元抗疫的公司 除了協助手郎物資捐助給基層 亦都同時為我們的員工 在全球各地搶購口罩 結手液以及消毒濕紙巾等物資 幫助員工和他們的家人抗疫 我們認為與員工緊密溝通是很重要的 在2020年的時候 我們舉辦了一個網上集團攤勾 我們的高級管理層藉著這個機會 感謝各位同事緊守崗位 以及激勵所有同事去擁抱新常態 由Fear Zone踏出一步去Growth Zone 這次的交流 大大提升員工對克服危機的信心 新世界發展很注重人才培訓 我們積極推動各類型的培訓課程 鼓勵員工不斷學習 疫情為社會和商業環境帶來巨大的變化 我們的業務也都充滿挑戰 但是我們相信每次危機都會帶來機會 所以我們鼓勵員工思考怎樣化危危機 我們協助同事建立resilience和創造力 並在4月份開展了e-learning journey 2020 鼓勵同事在疫情期間持續學習 以及提高自身技能 我們提倡創造共享價值 creating share value 的企業精神 在追求業績的同事 都要照顧社會上不同的持分者 尤其是基層市民的需要 與各界攜手合作 為社會創造共贏 我們在疫情期間推行 Love Without Borders 計劃 生產公司自家香港製造口罩 並與非牟利慈善團體合作 在全港各地區設立自助口罩提取機 令基層市民透過口罩提取卡 每星期無間斷地免費獲取新世界的口罩 在新世界2030可持續發展願景下 新世界發展參考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對我們的物業開發和經營 實施了標準化管理 制定了環保目標 在注重協同效應的 生態系統業務模式 注入環保、健康、智能以及關愛的元素 為我們的社會帶來長遠福祉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